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在直角坐標屏面上 有一個三角形OAB O是圓點 A這一點的坐標是12 Y坐標是-16 那B這一點 他一個坐標是0 Y坐標是-25 那麼他們說 下列是甲乙兩人關於三角形OAB的敘述 我們看甲 甲他怎麼講呢 他說 三角形OAB 他的內心 在什麼呢 在這個第四向線 這個對啦為什麼 因為這個三角形在第四向線 我們知道的話 任何一個三角形的內心 一定是在三角形的內部 所以呢 他是在第四向線 這沒錯 我們看 乙 乙他怎麼講 他說三角形OAB 他的外心 在Y軸上面 這也對啊 為什麼 首先我們看 這個長度多少 這個長度 OA的長度 OA的長度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 根號多少 12的平方 加上-16的平方 我可以抽出一個4來 超出4以後是3 3的平方 超出4以後 4是16 4的平方 所以這是5 5是20 也就是這個是20 然後這個呢 這個AV 這個長度 我們就代公式 4 這個減這個是12的平方 加這個減這個 就是9 9的平方 這個可以抽出3來 3抽出來 好 那3抽出來以後的話 你看到 這是多少 這是4的平方 加上3的平方 這是5的平方 開開到數 5、3、15 這是15 這是25 這個你把它除以5的話是3 除以5的話是4 除以5的話是5 3、4、5 3、4、5 3、4、5 那個三角形的話 滿足B字定理 這個平方 等於這個平方 加這個平方 所以這個是90度 這個既然是90度的話 那我們知道 那個直角三角形 它的外心在斜邊的終點上 所以外心的話 這個Y左上面是沒有錯的 所以 這個敘述也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多少呢 兩人皆正確 答案應該要選A